自己在地在名餐廳新北平 以米露的料理無名全台 自從阿神塞在廚開開國民美食大師滷味 用大鍋子跟最多的滷汁滷出來的滷味 最多的滷味損不死鹹 土旁吃就跟現實的一樣 讓人滷汁是滷汁 雖然目前只能透過萬滷汁配來一定 但是他玩著行消費者的春節 不少人開回國的時候都說 比很多老白滷滷味更好吃 疫情期間餐廳業者的生理受到很大的影響 在市嘉義的新北平餐廳 中泡菜阿燕菜 進行推出米露的料理 透過萬滷汁配上到處 在唱歌疫情上去 相當受到消費者的喜愛 這一次再度來開發大師滷味 同樣在萬滷北台作成消費者唱歌 這次疫情就是剛好又碰到夏天 那夏天其實大家對熱湯的接受度 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就想說開發一款 你在家可以很輕鬆 就可以吃的小點心 那我們最適合的就是做這種 我們講大師滷味 目前這接受網路主門 驚報告三國廚的大師滷味 開發包括豆干 有豆菜來吃的商品 在廚間等太平 那些是加在之後就能馬上吃 提供給消費者來選港 其中阿燕是最受到歡迎的商品 人家吃了都說比很多老爸的滷味更好吃 其中賣的最好的 就也有一點出乎我們遇到是這個鴨翅 對就是可能因為我們做啤酒鴨 所以對於鴨的那個掌握度蠻好的 大家就說吃起來它還會有一絲一絲那個肉的紋理 然後又帶有那個滷汁的那個濕潤感 所以就吃起來就是很順口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就是停不下來 四處夜景漸漸歡和餐廳開放難用 新北平餐廳也賺機會來推四處五倍券的優惠 回饋在地獎金 那相關的防疫措施包括說石連製啦 酒精消毒甚至是量測體溫 這些我們都做得很完善 就請大家可以放心來內用 而且就是針對五倍券的部分 我們還有推出就是說 你用五倍券消費滿兩千元 我們就會再贈送你一包我們價值五百五十元的 養生豬腳燉湯 對 這是冷凍的 你回家加熱就可以直接吃了 你買的越多的話 我們就會送你越多這樣子 除了汽車開發新的菜式 來訪點到網路北台消費市場 新北平餐廳和包含政府 進行經濟的五倍券進口 來推資到出銷油貴回饋用金 證明來出銷店後也將攝帶上去 西新新聞 丁丁宋王先生 加以期 蔡宏不得 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挑戰更大 衝擊了產業 衝擊了民生 更衝擊了我們的生活 在疫情稍微緩和之後 我們要來拼經濟顧民生搶商機 嘉義士就加碼普發現金兩千元 我們提供了三個方式讓市民朋友來做選擇 第一行請市民朋友 直接到振興消費金的發放所 直接領取現金 發放名單我們會由市府統一來造冊 領取通知單在10月23號 會由里長 里幹事送到市民的家中 我們可以在10月30號 31號 禮拜六 禮拜天 這兩天會在全嘉義士 所規劃的119個發放所 所以要拜託我們的鄉親 在早上8點半到月報四點 在這兩天可以前往到現場去領取 第二個 如果你在10月30、31 這兩天沒有辦法配合 你可以利用我們11月份 有四個禮拜 這四個禮拜 拜五、拜六 總共有八天的時間 方便我們的市民朋友 前往你戶籍地的聯合禮辦公處來領取 那領取的時間 這又有一點不一樣 是早上9點到12點 下午2點到5點 前面所說的兩個 如果你都沒辦法到現場來領的話 我們還有第三個方式 市民朋友 你可以選擇在11月15日到11月27日 提出轉帳的申請 那申請表你可以到市府的網站來下載 填好以後 還要減付您本人身份證的銀本 還有您本人的台灣銀行 或者郵局的存責封面銀本 將這些資料一起在11月27日以前 送到或者掛號郵寄到東區西區的護證事務所 東區西區的護證事務所 以郵戳為憑喔 那我們的款項將會在1110年12月20日以後入賬 那底家我們也要特別說明我們發放的對象是誰呢 就是110年8月24日以前涉及在嘉義市的市民 那也包括了8月24日以前出生的新生兒 但是你只要在11月27日以前辦好出生登記 並且入籍嘉義市您也可以領取喔 提醒市民朋友 領取人你必須要年滿20歲 還要記得攜帶通知單 身份證的證本和印章 如果委託他人來帶領 受託人你要攜帶通知單 委託書還有委託人的身份證證本 以及受託人的身份證證本和印章 我們提供這三個方式讓你來選點 但是預期沒有領取 或者預期未申請轉帳 就是視同放棄喔 最終的截止日是11月27日為截止日 請不要忘記喔